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的一个工作年限 是的 400个点 这个40个点 就是40个点相当于联系工作10年 这是一个最起码的 如果你拿不到这个 不要说Social Security拿不到 你连Medicare拿不到 所以来讲就是这是一个明镜 所以我跟很多年轻朋友 我说这个明镜其实要求并不是特别高 就在于说你只要在美国工作时间够就可以了 其实让大家比较关注的是他取的问题 很多人有些特别是我 原来我们公司吧 有一些美国人 特别很有意思 他们白人就说 他说No matter what 我到62岁我就取 他说谁知道我能活多长时间 这是我自己的钱 我不取我就亏了 按照现在 如果我们以一个1954年以前出生的人 他应该是在65岁 就可以拿到Social Security Full Benefit 就是100%的 以他作为一个例子来说 62岁取 还是65岁取 是一个什么样的考量 好像都有道理 应该怎么考量 是 好 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社安基金的确是遇到很多的挑战 所以他一直把年龄往后移 如果是您是1954年以前出生的 现在Full Retirement Age已经是66岁了 你又60岁 66岁 对 那有很多人说 那我就62岁可不可以退休 可以 但是拿不到Full 100%的Retirement 可能只能拿个70%的Retirement 那对 有些人说 那这样我70%我不要 我再多等个三年 我就拿100% 多等个四年 四年 百分之一百 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也不一定 要看每一个人他的收入的情况 首先我们先讲 有的人说 我62岁退休 我拿70%的Source Security 也还不错 那当然 如果2000多 希望我会提前四年就拿了 对 2000多70% 也有差不多2000 1900 2000我就可以拿 然后他就说 我62岁很年轻 我还去工作 这就有开始有麻烦了 很多人62岁还在工作 对 这就有麻烦了 2019年的法令是怎么说 说如果你62岁开始拿钱 你本来应该拿个2800的 那你70% 70%的话是多少 7850 2700是1900 1900 好超1900不到2000 那同时他觉得 我还有工作能力我去工作 只要这一份工作超过17000 超过的 你说的工作 收入 工资收入 工资收入超过17000 多出来那一部分 两块钱 这边两块钱 这边涉安的福利就少一块 少给你一块 换句话来说 如果我是27000的income 对 我同时还有拿Social Security 对 这个时候我的Social Security 我的多出了1万块钱 那就我得少拿5000的 您说的太对了 涉安基金 对 这5000我少拿的是继续存在我的 涉安基金的amount里面呢 还是说就get it right off right off 哦 就right off 对 那等于说政府是认为你要拿了涉安基金 你就该退休了 他就觉得你既然能够工作 你就不要拿涉安基金嘛 对不对 可是这样啊 比如像我们 像我们这个 这个很多华人朋友 嗯 大家都有都知道靠房子致富嘛 嗯 很多人有出租房子 嗯 出租房子的收入 不算 他这17000是earned income 就W2的 W2或者是1099 因为1099也是earn 比如说他去做 1099也是earn 对啊 他去做consulting啊 对吧 只要他自己自己用自己的劳力 自己用自己的智慧去赚的钱 而不是收租的钱 或者dividend的钱 那不是 那是贝的 我们银行的这个 1099没问题 那个没问题 没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dividend也没有问题 没问题 你的股票上这个capital gain 也没有问题 也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 就是你不能出卖自己的能力挣的钱 就体力赚的钱 就比如说应该是这么说 就是第一个W2肯定不行 对吧 第二个呢是拿1099 然后这个1099的收入是要放在你的1040报表的Schedule C上面 那还不算你regular income 对 那Schedule C上面就算成你的earn 如果我是一个开公司的 这个怎么算 你开公司要看你什么样的公司 比如说我开一个公司 比如我开一个 就拿我的职业来说吧 我自己开了一个传媒公司 然后我跟我现在的公司说 我拿我的公司来跟你合作 其实我做的事还跟在我作为他的雇员做的事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告诉老板说 请你开支票 不要开给肖峰个人 开给A公司 是 这个东西受影响吗 要看什么样的公司 您的公司是C公司还是S公司 C Corporation还是S Corporation 对 而且还要看你C公司有没有付薪水给你 S有没有付薪水给你 然后还要看薪水 还要看薪水的问题 对 如果都没有 两个都没有的话 C公司肯定对您没影响 因为C公司收的钱自己保水 对 没错 S公司收到的钱 哪怕没有收到钱 就是那一年赚的钱 您都要收到一个K1 它是要和你的个人的income link 对 那收到这个K1 这个K1并不是100% subject to social security 没有 但是就要看你的里面薪水有多少 那假设您开了一个S Corporation 赚的钱大概是举个例子 这一年50万 但是50万呢 你完全没有给自己薪水 这个国税局就认为有点奇怪 那是 因为都是你在给service 对 所以你要给自己一个 一个比较合理的收入 假设说50万里面 你给自己5万的salary 这个5万就要算在earned income 45万就不算 像我上头碰的一个朋友 他是做保险业的 是 因为保险业就是个人 对 他都有自己的公司都在做 他说我退休了 我还继续做 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讲 他说我好像有点麻烦 是 他说我的social security 可能受影响了 是 像保险业 它既不是C Corporation 也不是S Corporation 它叫做 1099 1099 对 他们怎么算 他拿到1099呢 因为他不是用公司的形式 所以他的1099 直接抱在他1040的Schedule C上面 也是Schedule C 对 这就是他 那就超过1万7了 那就是 就是no matter what 你就说 就等于说 你就根本就根本不需要拿你的Schedule C 对 就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说他这个法律很特别 就是我刚才讲的是 如果62岁退休 提早退休 那你的benefit是拿70% 对吧 那如果说你没有打算62退退休 如果是1954年以前出生的人 他的full retirement age 66岁 对 假设他是2019年的12月他就满66岁 但是呢 他2019年呢 他也还想工作 这个时候就不是1万7了 是45,000 这一年他的收入要超过45,000 的话 那他的收入就要3比1 他就给你稍微松一点 他就要3比1 这是根据你的什么 based on what 他来算你的3比1还是2比1呢 对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涉安局的网站 OK 他甚至有中文呢 他都写的蛮清楚 他如果over这个limit的话 那就是这边多赚的3块 这边就少1块 刚才是2比1 2比1嘛 对 那这2比1是指是说62岁到65岁 66岁那一年他就松一点 松一点 松一点 对对对 到了他66岁满了 他12月不是满了吗 他67岁继续工作 就完全没问题 爱怎么赚钱都没问题 一点都不会损失任何的损失 也就是说 如果你已经是 这个retirement age以后 然后你再赚钱 没问题 不管怎么赚 没问题 都不受影响 完全不受影响 所以你看到有一些去Walmart 你看到门口有一些年纪大的头发 花白的 尤其你在拉斯威斯 你看见很多这个在赌场里面 做security的 做dealer的 做清洁的 都是些年长的朋友 对 他完全没事了 那个时候他就不受影响了 就没问题了 也就是66岁以后 当然 前提是你1954年以前出生 如果你50年以后 58年出生的 对不起 你可能66岁8个月 9个月 对 1960年出生的 就都是67 67了 那以后是不是有人 full retirement 70岁 很有可能 如果2005年出生的人 弄不好 真的很有可能 是啊 而且现在已经据统计 就是说 time magazine出来 就是2014年的杂志封面说 2014年那年出生的小baby 他们都会预计 他们的一辈子的年龄 可以活到142岁了 对啊 这太吓人了 是啊 是有点吓人 但是真的是越来越 那就说他们肯定不能70岁 100岁 那都是百岁老人在退休 所以想起 当然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我都不拿 有没有一个强迫 你必须要拿的年龄 和给你多少 所有security没有 但是到70岁的时候 他要给你了 70岁的时候给的时候 他还给你多给 就132%了 反正还多拿 也就是说说白了吧 就说如果你要继续有能力 继续工作 是 你有意愿就做吧 就做吧 做到70岁 然后呢70岁 向social security政府说 跟政府说 我要领social security了 政府给你132%的 你的social security的amount 对 而应该说 那算是一个32%的bonus 是 当然了 有人说核算不核算 那就是您自己算咯 没错 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下 好